如果做近視雷射的病 因為你的腳末趨光度的改變 是不建議戴隱形眼鏡的 它的弧度的改變 因此很容易造成 至於說用植物式晶片的方式 它沒有影響到你的腳末的弧度 它是可以戴的 大家好 我是原型眼科院長 宋普森 宋大夫 近視是主片常見的一個疾病 尤其是高度近視 很容易造成一些 眼睛上的一些疾病 所以說高度近視要特別的注意 那因為我們的高度近視 就是軸距一旦拉長的時候 就會形成高度近視 有些年輕的一些高度近視的患者 因為厚度的不夠 沒有辦法做近視雷射 這個時候就所謂的 植物式晶片的方式 它可以放入前方的方式 來做更改它的度數的改變 然後可以達到高度近視治療的效果 雷射手術跟植物式晶片 最主要的差異 就是你的腳末的厚度 如果不夠 或者是它的取光度太平的同時 不適合做近視雷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才會建議用植物式的方式 好處跟優點 是在於它可以保持你本身 年輕人所有的一個彈性 而且恢復速度也會來的比較快 不會有所謂的 比較乾澀的一個現象 它的缺點就是 因為你必須得要植物式 它就有一個傷口 那這樣的傷口裡面 就是避免去感染 因為計時的顏色 是作用在角落上 它的精密度是很高的 當天就可以去除掉 然後兩眼同時做就可以 但是你植物式的方式 它基本上 因為有度數的一些些微的差異 因此這個時候 會建議是先做一隻眼 一隻眼做完之後 根據這一眼的度數的差異 來做調整 然後另外一隻眼 讓它的差異性會來的更少 植物式的方式 一般來講 只要是高度近視的患者 不適合做近視雷射的 是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 但是要經過專科醫師的一些診斷 尤其是有些病人 有導發性的白內障的現象 這樣的病人 一般我們就不建議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你或許沒有多久 就開始白內障會越來越嚴重 到時候你必須要再拿掉 還要再把白內障去處理掉 那與其這樣子 還不如直接用白內障的手術 直接把度數拿掉 那一樣是OK的 只要是手術都有一些的檢查 你是否適合這樣的手術 當然由專科醫師去做一個 缺點大概就是 你可能將來白內障的時候 前方的水晶 你必須得移除 移除之後 再接著處理你白內障的位置 會多一道這樣的手術 你必須要去面對 術後的注意事項 第一個 不要讓它造成感染 所以你在眼睛的照度上 盡量不要碰到水 不要去刺激到它 然後第二個就是 度數的保養也很重要 你度數越深 散光越重 年紀越大 恢復的速度 會相對的來得比較慢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會建議病人 不要用眼過度 不管在什麼時候 不只是手術的這段期間 當你用眼過度的情況之下 它有可能度數還會再惡化 還會再改變 還有在這邊額外提一點 就是睡眠 睡眠也是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當你睡眠太多或太少都不太好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造成眼睛的調節異常 但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 就是睡眠6到8小時左右 比較容易出血的一些 要特別的小心 像中語講的 銅鬚之類的 陰性之類的 可能還是要小心 因為畢竟手術的時候 它也是侵入性的 它會有一點出血的現象 基本上來講 這個在食物方面 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 當然就是不要讓自己 產生過敏的現象 一般來講 我們還是會建議 能夠定期回診 除其半年內 大概都是每個月來回診 半年後倒的還好 因為年輕人 恢復的速度其實都還蠻壞的 那半年後 那每半年追蹤一次 其實是還OK的 如果做近視雷射的病 因為你的腳墨趨光度的改變 是不建議帶提起眼鏡的 不管是變色片 或者是非變色片 都不是很建議 它的弧度的改變 因此很容易造成怕感染的問題 至於說用植物式晶片的方式 它沒有影響到你的腳墨的弧度 比如說那只要傷口愈合 沒有感染的風險 它是可以帶的 當然我們還是會建議大家 能少帶盡量少帶 因為在影線眼鏡 還是畢竟有所謂的感染的風險 因為透氧質的問題 還是會建議 能少帶盡量少帶 沒有黏線的 它是可以不用拿出來的 但是當你有面對白內障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 你要把這個水晶拿掉之後 才能夠處理白內障的問題 所以在那個時候 它才會把它取出 在這邊我還是特別強調 不能過勞 因為你用眼過度的情況之下 它還是會產生近視 它還是有所謂的回退的情況 甚至於會提倒白內障的情況產生 所以在這邊提醒大家 不管你動什麼樣的手術 照顧自己的眼睛 還是非常重要的 盡量多望遠遠視 高度近視的患者 其實問題真的很多 是我們的病變 是神經的病變 是我們玻璃的可能 所以我們一般還是會建議 盡量不要高度近視 尤其在小朋友的節奏 現在世保的追蹤與控制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